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为什么是 其实你只要知道 我爸小时候是怎么对我的 我还没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我就是孝子 很多孩子小时候都被爸爸打过 那我爸跟你爸不一样 我爸是警察 他有警棍 这种带电的 你知道吧 当然他不可能拿这个电我 但是他会拿这个吓唬我 威胁我是吧 儿子 你知道吗 爸爸昨天拿这个 电了一头牛 八百多斤的牛 哇 一击击 你有牛断吗 没有 那你知道爸爸为什么电他吗 不知道 因为 他不写作业 很恐怖啊 很恐怖 最过分的一次 他骑着那个警用摩托追我 就搞是个警用摩托 带跨斗的 真是 他就 我那天不知道犯了什么错 他就拿了个追 我追了三条街 给我追到昏倒在路边 拎起来扔斗里 旁边的围观群众很好奇啊 说哎呀警察同志 这个小朋友是干了什么 上天害理的事啊 怎么未成年人保护法头 保护不了他啊 当然我跟我爸 现在的关系已经缓和了 他还经常安慰我 说儿子 没事 你看现在这个 网上经常有人骂你 不要往心里去 想想爸当年是怎么对你的 他们说到底都是外人 外人对你再不好 能有你亲爹不好吗 前段时间我爸妈 卖我们内蒙岗家的那个房子 想换一个新的房子 房子还挺好卖的 学区房 不是 是不是觉得内蒙有学区房 很奇怪 不应该都是牧区房吗 学区房 学区房 好好买 看房的人就很多 我爸就贪心嘛 他想卖的贵一点 真的很贪心 他居然想卖到每平米 三千六的高价 听完这个是不是就相信在内蒙了 在我们那真的很贵了 然后呢 很多人来看房 我爸就想了一个招 他在家给那个墙上很显眼的位置 挂上了我的照片 造成一种在卖名人故居的感觉 结果但是来看房的人 他不一定认识我 很尴尬 我爸还猛提醒人家 人家想看看卧室 我爸说你再看看墙 后来为了让人认出来 就把那个照片都挂满了 就是我跟各种 就这种明星同框的截图 是吧 都不是合影 都是他亲自截的图 挂了一墙 然后呢 家里的电视循环播放 吐槽大会 脱口袖大会 这回看房的人都认出我来了 但是完全不明白 我跟这个房子有什么关系 都以为这个中年男人 是我的一个变态粉丝 我爸 甚至想让我在节目里 给这个房子做植入广告 真材实料内蒙好房 真过老村长 真过老村长 这个对我言辞拒绝 怎么可能真过老村长呢 对我言辞拒绝 最后还是卖掉了 学区房们很好卖 卖掉了 卖掉以后 换了一个新房 好窄 每平米三千七的好窄 我都不知道换它干啥 然后就开始装修 这个父母装修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吧 平时你不知道 谁在买的那些东西 都买回家去了 买了一个智能电视 牌子叫画风 都没人听过 对不对 还有那种红木 雕花的那种沙发 那是沙发吗 我坐那个上面 看个电视 跟军训一样 是吧 还有这个 父母装修的保留节目 电视墙 这电视后面那堵墙 一定要设计一下 我爸选择的是 那个刺绣的玉兰花 娇艳欲敌是吧 就是那个电视 再搭上那个电视墙 你就不知道 你看什么节目都别扭 我就看着这一堵完整的墙 我就思考 你说李大人 你为什么要孝顺 为什么要挣钱 让你爸买这样的电视 但是后来呢 我妈告诉我 给我讲了一下 我爸购买这台电视的 全过程 其实是个很伤感的事情 我听完就很难过的 真的 就是他去买这个电视 就是他去那个商场 两口子去逛买电视 大家知道现在的智能电视 那个遥控器都有一个 语音搜索功能 就年轻人不怎么用 其实 大老年人很依赖那个 然后 到了以后呢 挨个试 到了第一台电视 我爸过去拿起遥控器 李旦 未找到搜索结果 这个国际著名品牌 某星 就被淘汰了 拿起第二个 李旦 有一个吐槽大会 这个某所进入待定 来到了我们 画风智能大菜店 一旦 吐槽大会 脱口秀大会 出版图书 冷场 内蒙古生人 在西根浩特西院小区 有一处房子要卖 是吧 人家完整 最后这个是开玩笑 对不对 但我爸真的就是因为 这台电视 能搜到最多关于我的信息 然后就买了这个电视 就是挺难过的 是吧 为什么那些国际打品牌 就搜不到我 好 欢迎大家来到 吐槽大会第二季 第二期积分赛的现场 来到很多关于我爹的事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 就叫爸妈我就直说了 接下来会有七位 吐槽学员来到这个舞台上 跟大家分享 他们跟父母的关系 很多痛苦的往事 我这些都不算痛苦的 这个话题呢 也很适合我们这两位领校员 是吧 一位是 见了就想叫父亲的 于大爷 另一位是 还没有当母亲的 新姐 这两位领校员呢 会陪我们走完 脱口秀大会拳击 但是我们每一次呢 还会请一个特别来宾 来根据当期的主题 让他来分享一些故事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 对 他是我们初代女团成员 对不对 初代 以前呢 年轻的时候 唱的歌都是什么 不想长大 是吧 什么super star 对吧 现在呢 已经成为一个孩子的母亲 天天就是教她什么中国话 啥的 是吧 好 让我们欢迎 艾伦 艾伦 艾伦